大家好,歡迎回到新的雜事餅情報室,我是你的主持人艾倫 今集想說一下Canon的新的RF 14-35F4 LIS USM 這一支新的細型的變焦鏡 首先我的感覺就是這一支鏡比以前的15-35mm 2.8那款更小 如果以體積來說,已經差不多到EF版本很多年前20-35L那支 但技術上進步了很多,而且RF的設計 而且這支比較好處的地方就是它將廣角端那邊通常由16-15延伸到14mm 在mm上就相差很少,但在角度上視角上,在超廣角那邊就很明顯了 變得令到這一支鏡,即是看出來的實用性和完全可以用的程度 或者拿來拍影片,幾個方面都比原廠15-35,2.8那支更加優勝 那說一下售價先,因為我想RF很多用家都會關心的售價問題 那如果檢查一下,即是香港15-35,2.8那支呢 現在就大概賣15000-16000左右左右 那就都不是便宜的,但是就2.8光圈了 那而這一款呢,就是它現在定價大概1700美金 1700美金,那可能除了之後差不多大概13000左右左右 正式來說,香港的Canon是未正式公佈售價的 那這款鏡頭大概要9月才推出的 那我看回其他不同歐洲地區的Canon 都要8月26日才賣,那現在正在做pre-order 那說一下這款鏡的新的好處,它的優點就是 正如剛才說過,前面是用標準7.7mm的 那變了大家就真的可以賣在filter上面就容易些很多 那你可能真的是MD啊,CPL啊,那放下去都是很容易去處理 那也都,這款鏡呢,適合新的RF的R-Mine的相機 那變了令到對焦啊,所有東西啊,都是各件匹配性 會比傳統的EF鏡搏下去會好些的 那,我講之前也都看過,即是香港一些 Steven的試用,那他比較過 即是16-35-4,那還有15-35-2.8,16-35-4就是EF版本 那接著就,現在這款14-35-4LiSPSM 那你會發現呢,其實Canon呢,那個變化都很大 即是由,雖然由這幾年呢,即是效果是進步了很多啦 尤其是是邊角位的表現啦,即是中央位其實大家差不多 但邊角位就很明顯新鏡漂亮很多啦 那還有另一樣東西就是,即是對於,即是色差的矯正都很不錯的 那,唯一一樣東西就是,即是又是貫徹15-35,我自己批評那時候的 其中一個問題就是,好依賴機身修正 那好依賴機身修正呢,有好處的 那就令到整支鏡頭的那個變形呢,就基本上靠電腦可以去處理回 那但是呢,就不好處就是呢,其實基本上如果你,呃... 如果你是覺得機身修正,你自己都覺得沒什麼問題的 那那其實我覺得接下來都是大趨勢來的 因為可以令到那個Gaze的那個鏡頭是小了很多啦 那起碼,今次就好像Nikon那樣啦,可以真的... 呃...14-30,四光圈,那款是四光圈來的 那也都沒有防震的,那但是就... 還有可以用到傳統的filter啦 那...呃...也都有一些特點的 就是E-Fone鏡頭呢,本身可以去到0.300倍的放大率啦 那都...都算高的,如果跟類型的超廣角鏡來講 那你說可能0.300倍,呃...是不是真的有用呢? 那...我又覺得其實可能在超廣角的環境之下呢 拍特寫可能未必真的太有效,但是... 如果它可以focus到那麼近呢,就是0.300倍 其實就等於三分之一的微距鏡多一點啦 那它就起碼對於一些近距離的特寫,例如你拍攝... 那樣是會...就是那個...背景那個... 那個...誇張那個透視感是會強很多的 那這款,這個都是好處啦 那另外,也都有一個優點啦,就是... 本身那支鏡頭提供5.5級防震的 就是因為是...是4光圈的鏡頭啦 那所以呢,它就可以提供... 就是那個...防震的... 飄演了在裡面啦,那... 那還有,如果加上機身呢... 就可以做到7級的防震的 那...也都是啦,就是... 就是香港的...啊... Steven Utiper都試過啦,那... 那...基本上你4秒鐘的手持呢, 那個成功率是高了很多,所以證明那個防震... 對於那個畫質提升, 還有那個使用上呢,是有幫助的 那...由於是L鏡啦,那... 所以也都有一些...就是... 就是L鏡的特別優點啦,就是... 就是... 例如是用SWC的... 就是...那個... 防鬼影的導磨啦,那... 那...還有一個呢... ASC的... 就是... 就是... Coding啦,那... 那...令到... 可以對於... 就是 對於桂影... 跟...也就是... 搖桿的處理都會更加好一些啦 那...也都減少了一些啦 那...唯一...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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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那... 那... 但去到14mm而我的畫質又不是很差 又有35mm 變成最minimum的配數是這款14-35L再加1-24-105 大部份的情況可以 如果你不太拍Telly就應該可以頂得頂 或者Telly那邊可能用舊的EF鏡轉過去,可能就是在RFMAN的生存之道 因為可見的將來,我覺得應該2022年都應該見不到副廠鏡在RFMAN那邊出現 所以現在大家是開始見到原廠出完2.8的大三元,出完4的大三元 我想他們之後會出一些中價位或者下價的鏡子,大家可以開始多一點選擇 麻煩大家subscribe我們的channel,還有如果有任何comment問題都歡迎大家發問 多謝各位,下集再見,拜拜!